开始呢,我们来一起学习微积分相关的概念和应用 那么我们就先从极限和导数这两大核心概念说起 我们假设啊,有这样两个国家A和B 他们的GDP啊,近三年的如图所示 实际上啊,在真实的世界上 不会有变化这么平稳,这么理想的两个国家 它只是两个抽象的案例 除了两个国家的GDP以外 那么其实生活当中所有的东西啊 大到这种宏观的经济指数 小到你的什么心跳呼吸 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着呢 我们就关注的是变化的这个速率 那么现在如果我问大家 根据这个图表上来看啊 近三年这两个国家谁发展的更快 也就是谁的GDP增长的更快 这个答案我想显而易见 因为从16年这个交叉点开始 B国就是这个红色的线 一直是比蓝色的线要高的 所以肯定是B国的这个GDP发展更快 这是一个定性的比较 那如果我要问 定量的来看B比A快多少 我们又如何来衡量呢 如果要求具体快多少 我们就要关注具体的变化率是多少 变化率怎么定义呢 在一定的时间段之内 它增长的这个幅度除以时间 增长的幅度除以时间 也可以叫斜率 斜率就是这个直线 与水平轴的夹角 它的正切 它的正切 好我们来具体看这个案例 对于A国来说 三年呢 从100增长到了103 所以呢 103减100除以3 它的变化率是1 而B国呢 三年的时间涨到了106 减100除以3等于2 那么由此啊 我们不仅可以说B比A增长快 还可以更加具体的说 B比A增长的快两倍 那么这就是变化率的这个定义 当然刚才我们也说到过 这个案例是一个极端抽象的案例 在实际上啊 很难会出现这种严格的 恒定变化率的一个走势 对吧 哪有这个那么平稳 一成不变啊 还那么稳当的 你看我们新闻当中都怎么说呢 叫遏制防价过快上涨的趋势 遏制上涨过快的趋势 你算一算 这里面的包含了几重变化率 是不是一个非常高阶的一个函数啊 不会是一条直线啊 这么容易一个线性的 比方说更常见的一个曲线 可能是涂上这个蓝色的线 忽高忽低 然后呢 然后呢 在变化处呢 它也不是直的 而是弯曲的 那么如果在其中的某一个点上 我想问变化率是多少 我们怎么来求呢 对于某一个点来说 它的变化率其实就是 在这个点与曲线相切的那条直线 相切的那条直线 它的一个斜率 那具体怎么样来求呢 我们可以回顾一个古人的一个思想啊 最早大家呢 不知道圆周率具体是多少 不知道它是3.1415926那个数 那么我们只能去估计 粗略的估计呢 很不准 所以呢 在以前的很长时间以内啊 这个数学的发展 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 比比谁估计的 与这个理论值更接近 那么有一个办法 我们看到 对于一个圆来说 我们直接求这个圆的周长 我说不知道的 直接量也可能很不准 那么我们就想一个办法 用一个内阶的多边形 从这个正方形开始 到六边形到十二边形 随着这个正内阶的正多边形的 这个边数越来越多 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边数越多 是不是这个形状呀 它看起来其实就越接近于一个圆 那么这些缝隙啊 这个圆弧和直线之间的这个缝隙 差距就越小 刚开始你如果用正方形去估测一个圆的话 这个误差太大了 六边形的话就稍微小一点 十二边形呢 就已经小很多了 那随着这个你切割的这个多边形啊 编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尽管我们没有达到那个准确的理论值 但是我们逐渐的逼近了 那么这种方法叫割圆 割之谜细 所失谜少 割之又割 以至于不可割 则与圆合体 而无所失意 就是你的这个边数啊 只要足够多 越来越多 早晚就会跟这个圆就一样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对于一个多边形来讲 它的周长是分成了几份N份 NB 这个NB呢 随着N的增多 B的减少会逐步趋向于 接近于RPR 就是理论上的这个周长 好 那么同样的这个思想啊 我们也可以应用在任意的一个函数上 比如啊 这是随便的一个函数 叫做FX 我们想要的是它的切线啊 就是这个相切的线 它的斜率 这个斜率我们直接求 不知道该怎么求 但是如果我随便画一条线的话呢 大概率它是一条割线 比如说 从P这个地方呀 我画出一条线 与这个曲线呢 在另一个地方又相交了 现在要在Q这个点上 那么Q这个点 它的横坐标是 X0加ΔX 比P呢 要大出一个ΔX 如果我们把这一部分放大来看的话 把PQ这一块单独拿出来 找一个显微镜放大看 我们也可以知道 Q这个地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都是根据这个F函数表达式求出来的嘛 那我们就把纵坐标的这个变化呀 既做ΔF 横坐标是ΔX 那么好 当我们这个Q啊 在这个曲线上移动的时候 这个割线也会跟着移动 当这个Q啊 越来越接近于这个P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的时候 这个红线和绿线 它们会怎么样呢 它们会逐渐的融合成为同一条线 就是你的Q 无限接近于P的时候 这个割线 其实它的极线 就是切线 极线就是什么意思呢 当ΔX 趋向于0的时候 这个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我们在这里画的都是放大了无数倍的 放大无数倍的一个局部 一个图片 那么趋近于0之后 怎么来表达这个变化率呢 用ΔF除以ΔX 就像我们刚才要去衡量 两个国家GDP的增长率 是一样的 对吧 前面呢 写上一个极限的标记 ΔX指向0 那么 这个ΔFX 其实就是 把自变量替换成X0加ΔX 减去FX0 那么也可以把这个 整体上写作叫做FX0 那么这个呀 就是函数 在点P这个地方的导数 导数就是 衡量了函数 在某一个点上的变化率 那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啊 找一个现实当中 很常见的一个函数 我们来求一求这个导数 比如说FX等于X分之一 就是它的倒数 然后呢 我们来求一下 X0这个点 它的导数是多少 大家可以想一下 怎么来求 那么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先把刚才的这个公式 先写出来 对不对 先把这个公式具体列出来 然后再把相应的变量 替换进去 比如说 我们要求的是 在X0这个地方 FP它的导数 等于呢 极限 ΔX去向于0 ΔFX除以ΔX 一减求一个差 那我们呢 根据FX的圆形 把 式子写出来 就变成了 X0加ΔX分之一 减去X0分之一 再除以ΔX 这个式子 是否还可以继续简化呀 怎么简化呢 首先你可以把这两个分母 统一了它 这边呢 乘上一个X0 这边乘上一个X0加ΔX 分母统一了之后 分子一减 你会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 X0减X0没了 留下了一个负ΔX 而这里的大的整个分式 整体上呢 分母又有一个ΔX 所以这个分子也没了 就留下了一个 负1 你看 X0和ΔX 在分子上都消失了 只剩下了分母 分母是X0加ΔX 乘以X0 但是我们又有一个前提是 ΔX 无穷的趋向于0 趋向于0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就可以忽略掉了 对吧 这个它 几乎就是0 或者说 当求极限的时候 我们认为它就是0 那么于是 我们得到了结果 FX等于X分之1 在FX 在X0这个地方 它的导数就是 负的X0平方分之1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求导数的 一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 X0平方啊 肯定是大于0的 但是因为有一个负号 所以导数是小于0的 对应的这个切线就是 向下 走势是向下 说明 说明整个X分之1 这个击数啊 它是单调下降的 它是单调下降的 那么几何意义跟具体的代数结果 是对应上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更加的通用 我们现在设FX等于 X的N次方 N是一个整数 那么现在我想求 F在X0这个地方的导数 刚才的第一个题 其实就等于 对应的是 N等于负1的情况 对吧 X的负1次方 就是X分之1 那我们现在要求 X的N次方 这个就 非常的通用了 非常宽泛了 我们生活当中 或者在工程当中 科学上 就可以经常用到 比如说 线性的 导数的 平方的 立方的 对吧 那怎么来求呢 首先还是回归到 这个导数的定义式 我们要求 F X加ΔX 然后再减去 FX0 最后再除以 ΔX 那我们可以先把 前面这一部分 写出来 对吧 X0 加ΔX 它的N次方 N次方什么意思呢 N次方就是 自己跟自己 成了N次 对吧 就是有N个 这样括号里面的数 成进来 我们也不用说 把它整个 一个一个 全给写出来 那样比较麻烦 我们就关注 其中比较重要的 一些项 比如说 在这整个 N个 括号里面 X0 加ΔX的和 相乘的结果里面 X0会有多少个呢 因为每一个 如果我们要展开的话 就是从 每一个括号里面 取出一项 对吧 取出一项 拿出来相乘 如果我从 每一个 因子里面提的 都是X0的话 那么我会得到一个 X0的N次方 这是没有问题的吧 如果我从 第一个 括号里面 取的是 ΔX 后面N-1项里面 后面N-1个因子里 我提的是X0 那么我会得到什么呢 我会得到 X0的N-1次方 乘以ΔX 而这种的情况 可能会有几种可能呢 会有N种可能 为什么 我可以从 第一个里面 取ΔX 后面都是X0 我也可以从 第二个里面 取ΔX 其他的都是X0 我也可以一直到 最后一个 取ΔX 而前面N-1个 都是X0 于是我得到的 就是第二项 N X0的N-1次方 乘以ΔX 那么 接下来呢 我又有一种组合了 我可以在N个因子里面呢 找到两个 找两个啊 我从里面 提出的是ΔX 其余的 都是X0 那这样的话 一组合 是不是有很多种可能 但我们并不需要去 真正算出 这个可能具体是多少 我们用一种标记方式 我们知道啊 这个ΔX的平方 它代表了 这一个项 可能有多小 因为我们要求的 这个导数 是在极限情况下存在的 所以呢 这个X0 它不管有几次方 它不管是个多大的数 多小的数 我的ΔX是趋近于0的 前面这个 我都可以看到 是一些常数啊 这种 我就把它记作 ΔX的平方 写一个大O 大O就表示了 它的数量级 是跟它在一个数量级 并且 ΔX平方里面 其实还隐含了 ΔX的三次方 四次方 一直到N次方 为什么后面的这些 可以忽略掉呢 因为 作为一个 接近于0的 很小的数字来讲 指数越高 这个数字就越小 就越接近于0 这些更高阶的 小的项呢 我可以暂时忽略掉 那么于是呢 我把F X0加ΔX 写作这种形式 它等于 X0的N次方 加N X0的N减1次方 乘以ΔX 加上一个 ΔX的平方 好 我们再把这个结果呢 带回到原始的公式里面 把这三项留着 然后要减去 F X0 那我们会发现 它跟第一项相减 正好就 没有了 正好就没有了 留下的是 这个极限 N X的 N减1次方 ΔX分子分母 约掉了 那么 这个跟ΔX有关的呢 降了一位 本来是平方的 一除 变成了 1次方 这个1次方 因为我们知道 它趋近于0 所以 这个数字 它的极限 就是0 好 那么我们看 大部分的这些 凡人的这些像呀 其实都没了 对吧 最后只剩下了一个 N 乘以 X的N减1次方 这就是 X的N次方 这个函数 求导的结果 N乘以X的 N减1次方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结论 也是一个 非常好用的结论 在未来呢 我们会 非常多次的 直接应用到它 那希望同学们呢 能够 熟练的 记住它 如果 怕记错的话呢 我们就记住 这个推导的过程 你记住这个 推导的过程 一想 就不容易记错 所以这个 到 求导的公式呢 是一定要记住的 因为它非常的有用 好吗 好吗 好吗